遇見陳鳳來 觸摸天地間 歡迎回來仙劍奇俠傳 那今天呢 又是愉快消耗陽獸的一天 今天我們要來補玩一下 我們遲了一個月 這個遊戲最重要的一個活動 那就是心安蕩鋪 那為了這個活動呢 真的 那個從一開始開服的好像兩個禮拜吧 那時候第一期先跳過 整個被打到真的是連媽媽都不認識 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稀有角啦 一些資源 如果你第一期有玩的話 像比如說一些克勞玩家 如果你有克勞比較多的話 第一期有玩的話 那個優勢真的很大 那我們第一期我是截略過啦 那到目前是第二期啦 第二期 那第二期的話 總共存了151張的那個盪票捲 然後還有15萬的金龍 那至少保底啦 至少可以玩完六輪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會來玩一下 心安蕩鋪來六輪開衝 來試試看 統計一下 到底要花多少的金龍跟盪票 那就是 呵呵 這個真的很看臉啊 這個真的很看臉 那在玩之前呢 那再來講一下 我們心安蕩鋪的一些小技巧好了 好 那我們快速看一下 盪票的一個消耗的次數 那按這個 就是抽獎的一個次數齁 那個不是每一次消耗的都是一樣的 那可以看到 如果你按次數越多的話呢 那個會成長越多 1到5次的話 消耗盪票只要一個 所以你只要1到5次的話 只消耗5張 6到10次的話 總共一次消耗2個 所以是10張 以此類推往上遞增這樣子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如果啊 一般來說 如果你去看一些大家統計 就是已經有玩的人的話 一般來說啦 25次是差不多啦 簡單說就是2萬出頭的金龍 應該可以玩完一輪 那運氣真的很差的話 你要95張的盪票 95張盪票的話 呃 乘以300啊 大概就是將近28500嘛 所以玩完一次 如果你真的很賽的話 就是29次這樣子 好 那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能決定的就是這4個啊 4個自有的那個自選獎勵 那一般來說就是選完之後 就是看你個人運氣啦 那我們大概快速看一下可以選的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東西 第一層啊 我們自選獎勵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列的東西是比較多 因為他就是每一期會額外新開放一些東西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像那個沒有開放的話 就是只有前面這些東西 那第一層的話 呃 目前只有開放這個 自選5系的碎片 然後再加第4期之後 會開放一個 5個那個洗鍊石 那優先度的話 一般來說啦 就是平民玩家的話 盡量先把你的角色星數給湊好 那如果你是克老玩家 或甚至你一二隊都已經湊好的話 那你已經不需要5系的碎片的話 那你再選洗鍊石 裝備洗鍊到後期很重要 而且這個東西取得也不太容易啊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第一層的話 我就先選個雷系的好了 好 這選雷系的 那自選第二層的話 就是這一個啊 旁邊這一個 那這個的話 目前來說第二期啦 有綠票 有5系招募石 還有爵士裝備 那到後期之後 會有那個符文箱 然後還有那個S1的那個裝備飛生石頭 那優先選擇度重要性的話 一般以飛生石頭為優先 那早期的話 因為紅裝目前大家都還沒有嘛 就完全靠裝備試煉在湊 那也不一定是你要的 所以紅裝自選箱 這個很重要 至少先把你一隊的裝備齁 先全部搞好 至少先全部搞到紅裝 未來靠飛生裝備去提升屬性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的話 一樣就是選這個 因為這兩個東西其實很好取得啦 那個取得量也夠大 自選紅箱 這個很重要 那再來的話就是 開始如果你裝備都滿的話 就開始搞符文這樣子 然後後面這兩個基本來說很 god 很長給啦 所以就不用選了 再來是自選獎勵三 自選獎勵三的話 目前來說的數量總共有三個 最重要的我們為什麼要玩六輪 就是為了這個東西 普通跟稀有的魂氣 就是四五六輪才有 第四輪才解鎖嗎 四五六輪各一個 總共三個 最需要誰說星安檔瀆怎麼樣你都要玩六輪 就是為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肥料 但是它是隨機的 不一定是你要的那個詞別 那所以一開始的話 至少先選這個 自選肥料箱 因為你也只能選這個 到第四輪才可以選這個東西 好 這個是肥料箱 那後期的話會有那個指定的符文箱 不過一般來說啦 一般來說是以飛生石頭為優先 這個飛生石頭很重要 這個絕對首選 那就是要到第四期才有 這是第四期啦 這個第幾輪 這個是一期 這目前來說是第二期嘛 第二次開放嘛 那要等到第四期才有這個飛生石頭 所以在這個之前呢 至少魂器要先搞定 那指定的四星符文箱 這個東西出處也是有啦 所以也不一定要在這邊選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遠大於啊 這個肥料箱 好 然後在上面的這個第四個啊 這個自選 總共有一個是西偶的那個五星俠客選 然後或者是八星的肥料 看個人 如果你是大老玩家啊 缺肥料的話可以選這個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的話 盡量先把角色星數給湊齊 那未來的話還有那個屬性鎖 就是平常你在洗屬性的話 你可以把它鎖起來 這個東西喔 超級貴 這個玩家的話好像只有先萌 欸是哪一個啊 神序還先萌 18萬的那個才可以買到 這個真的很貴 那所以一般來說啦 如果你是零客或者是一些小客 但是你運氣很差的話 還是以那個魂器為主 這個魂器的話是陰陽俠客都可以喔 但是這個東西要等到第三期後面才有 那這個東西 那剛剛講的那個自選三 這個是只有普通跟稀有 這個沒有陰陽喔 所以最後的這一期的這個獎勵 是等你有陰陽角的時候 這個東西第三期現在大部有時候會開放 所以如果開放的話先選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是平民玩家的話 就先把角色星數湊齊 屬性鎖這個真的就是可有可無啦 就是裝備屬性即使鎖了你的運氣也不一定洗得很好 那這個一般來說是大佬先優先選這樣子 好這樣啊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當票的消耗規則 然後還有那個自選獎勵1到4 大概跟大家複習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抽吧 愉快的來抽一下 抽這個應該很久啦 我用快轉的方式 然後看看目前來說是151票嘛 那右邊這邊綠色的抽到就是往上跑 右邊這兩個藍色的就是上去會上兩個 那中間這邊是白色的 如果沒有的話是會掉一格下來這樣子 好開抽 哇這能不能跳過啊 這該不會就這麼慢吧 就這樣 哇這太慢了吧 他沒有動畫可以取消掉了嗎 哇裝備 抽動就是已抽取 哇這抽到民國幾年啊 幹這真的假的 聽說啊剛剛講的嘛 這個消耗一般是25次嘛 25次大概應該會花到 正常是55張到60張啊 之間啊 欸上一層啊上一層啊 上一層啊 好啦我 儘量快轉 你看抽到中間這個白色的這一區齁 他就往下掉這樣子 我151張嘛 喔幹老師 我剛一開始是151張嘛 你看現在幾張了 現在96張 喔91張了 我花60了 幹我怎麼看人家 我怎麼看人家玩 一下就上去了 哇這太坑了吧 然後這個 開啊這個 啊玩完一輪 那個71嘛對不對 71 我剛剛是151嘛 所以第一輪我花了80抽 靠 80抽 80抽 一張300 那就是24 24 金龍啊 我換算一下 換算一下 好那我每一輪開抽啊 然後 等到第四輪的時候 我再給大家看我的那個好了 OK 好那我等下 再快轉一下 好那等我一下喔 唉唷 我這次運氣比較好 我總共101抽 然後 你可以看到 他只要齁 你只要通過第三層 只要三層這邊 全部弄完之後有上去 基本他就不會掉下來 有沒有 所以這次運氣非常的好啊 因為下面這邊可以看到 這些雷包 盡量不要 你看 只要第三層這三個抽完之後 你就不會再掉下去 因為你以為只會抽到這個往上 有沒有 所以 那個 要在前期 不要讓這四個東西弄到啊 你就你就你就雪鑽 喔 雪鑽欸 好 這是第二次 啊第二次我總共是101嘛 所以第二次的話只有50 哇 50欸 天啊 天啊 這個只要15000而已 15000金龍 然後 總共51次嘛 那一樣我再買 好 再抽到101次 OK 那這是第三輪 那 應該 剛剛講過嘛 最 反正 最賽你就是95張一定會玩完啊 剛剛第一輪我是80張 80張 第二是50張 哎呀 你知道300金龍有多難湊齊 好 那一樣 那我繼續玩第三輪 好等我一下喔 有有有有有 他有跳過動畫啦 還有我終於看到了 旁邊這邊 好來來來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只要你第三層這邊全部弄完之後 他又掉下來 欸上去了 有沒有這樣子就可以了 至少你可以少少這幾次有沒有 第三層只要這個弄完就可以了 喔那這快多了 這快多了 上去 然後踩中再下來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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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再上去 上去 然後再上去 喔這個是26 呃26 所以這個第三次是多少啊 75 75 那也是夠爛的啊 75 22500 啊74張啦 抽100抽好了 啊100抽比較 比比較好看 好這個是 三輪的結果 好再來 那 這一輪開始 拿一些 這個一樣這個 然後 然後 啊這個 可以開始選魂器了 第四輪開始可以選魂器了 四五六輪 然後 一樣這個 啊 八星喔 嘖 其實我覺得肥料香 算了 還是稀有比較好一點 好 開抽 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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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上 上 上 喔 上 有有有第三 第三層只要把這個踩掉就贏了 幹又掉下來了 上來 上 上 有 現在是關鍵喔 這邊有三個省掉的 上 喔有了有了 好保底保底保底 好 okok 穩了穩了穩了 哎呀穩了 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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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 穩 好 那這個70抽 70抽 我怎麼都沒有60抽的 我要嘛不是50要嘛就是70 幹 2100 其實50到75到75中間都算還行 這個80是夠爛的 啊50是夠賽的 這樣子 好 我發現這個 喔 玩這個很快耶 這個 不要看來這按一次這個金龍很貴的 啊 這不能選 那 依照 這個來選的話 就是 這個的話 武器招募時會比綠票好了 因為武器招募時 至少你隨時可以抽 而且是你可以選系別 你要的系別 這個隨機真的太難了 而且他最主要是 150你也可以自選一個西游角 所以這個是比較好 好 然後再來 然後這個一樣 就是西游魂角 好 這個是第 欸這第五人嗎 喔這第五人 對對對 好 然後一樣補到100抽 好貴喔 真的好貴喔 好來囉 開抽 好 上 上 再上 我要掉下來了 上 上 有 有 我們就是要把 卡好腰 哇 這隻刷在 上 再把這個 按掉就 好 掉下來了 上 好 OK 穩了 一樣保三個 這這一定都會抽中的 就不用看了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寫好的 好 25 我的運氣真的很爛 欸 75抽 22500 好就這樣 非常的直觀 非常直觀 好 然後 最後一輪 最後一輪 水水的 然後 一樣這個 然後 魂器沒錯 然後這個 OK 最後一輪了 希望運氣會好一點 走 喔 喔喔 直接上兩輪 喔 雪鑽雪鑽 靠謠 又在那邊踩的 垃圾 靠謠掉下來了 上 再上 好第二輪結束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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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好掉下來了 這個 欸這跟剛剛那一樣啊 欸 欸 我剛剛沒有補嗎 欸 靠牙我剛剛沒有補嗎 欸 那我要回放 欸 直接往上跳一層 喔喔喔這個好 省省的做愛一次 上 上 西友拿 上 上 上 好 六輪玩完 啊六輪玩完 好OK 然後欸這個 但是這個是幾 剛剛是幾抽啊 我要回去掉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個運氣應該不錯 應該有個65吧 這個這個這個我等一下再 再再查一下 好大概是 欸我記得 我原本一開始是151張嘛 然後金龍是 15萬嘛 所以 現在剩10張 我花了141張 然後金龍花了8萬 8萬金龍 那141張 乘以300的話 也就是 等於 嘿嘿看 我在算數學 呃 141乘以300喔 欸 有沒有計算器啊 欸我看 我直接用乘的好了 這樣是多少啊 乘以14 42300再加8萬 所以是差不多12300 好差不多是這樣 花了12萬的金龍 玩六輪 一輪一輪差不多六萬 沒有比較 運氣比較好 也沒有比較賽一點 差不多啦 全部玩完的話是 呃 95嘛 95 15 乘以300 是 我記得 欸這樣應該是3萬 3萬減掉 15 28 500 28 500喔 如果是玩六輪的話 啊全部弄起來應該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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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15 15 最賽最賽 六輪都最賽的話是 15萬 總共12萬 差不多啦 運氣也沒有比較好 大概打8折吧 好就這樣 給大家做個參考啊 這是這次玩的金龍啊 的那個 那個當票數 個人覺得運氣 有一點不太好 出 欸平均一下好了 好我們來平均一下好了 啊 80加50 喔這個50真的太爽了 然後再加75加70 加75 加65 加65 除以6 69 啊不好 我看人家路板 可能大概55到65之間 算是運氣比較好 如果是平均的話 那69算是真爛 好就這樣啊 給大家做個參考吧 啊大家可以來玩一下 很爽啊很爽 但是你花金龍的速度也超級快啊 超級快 好就這樣啊 下次的話我們就把 魂器三把自選魂器搞定 然後我們就去打架啊 試試看強度如何 OK 那喜歡的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玄瑤 感謝收看 下次留言再見